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跳的方法 它是主要打跳 它是不打连 它心靴第一手开始不打 出现结果之后就开始打 它是只打跳 见装打弦 见弦打装 它用这个蓝法是12410 20 40 这么一个蓝法 它这个蓝法我们看到在第四口增加之后 它可以防抽水 这个打法我们简单的一看 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打法 因为如果是六口连出现长龙的情况下 这个打法基本就断了 所以这个打法就是一种打跳不打龙 出现龙必死这个打法 但是在它这个打法里 它是用一种比较谨慎的蓝法 它掺和了一些止盈的这么一些方法 它在打篮过程中 如果第四五六手 如果打中的话 本靴就停止了 这样就是 如果是在之前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 要出现连的这么一个状况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六口的连 五口的连 六口的打断了之后 我们就不再打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出现这个 装或者是咸的长龙 而且它这个一削牌 直打50手 从第一手开始打 等于说是打 直打70%的手 不都打 就是结尾了长龙 这个我们就不用担心 如果在中间出现有一个 要出现长龙 还没出现的趋势 我们也及时停 所以我们这个打法的唯一死穴 就是说 一开始或者中间就出现了一个长龙 这么一个打法 它是没有设定止盈 如果我们设定止盈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美的避开这种 在中间出现长龙的情况 一开始出现这个装弦长龙 我们没有办法 肯定是输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赢 在中间出现装弦长龙 我们如果在开始 达到一定目标止盈的话 我们也不必往下打了 所以它这个是能避开 结尾时候的长龙 避不开开始和中间出现的长龙 这么一种打法 好了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清零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可以洗下牌看一看 它出现弦 我们打装 出现弦 我们打装 出现装 我们打弦 它的蓝法呢 是123456 我们看到这个 一开始 12121 我们一直是赢的 第三层 我们打这个四倍 我们赢了 我们这个呢 是打一倍 两倍 四倍 然后这个我们打了十倍 500块的十倍 然后20倍 40倍 打2万 打到这个第六口呢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时候如果赢了的话呢 那我们就 暂停不打了 我们只打到了 中间大概20几口 我们就没有打 我们下手数只下了17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未来的牌怎么样 未来的牌呢 我们也算有一个 闲的长龙吧 到后面也有 我们基本就是 避开了后面的牌 我们不看了 我们前面这种 没有长龙情况下 跳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我们再来一局看看 这局也是赢了5000 赢了10个马 像这种不规则的跳呢 我们都是躲开了 在这里合呢 我们是错过的 我是希望 打的手数尽量少 不要每手都下 所以打合的时候 我们错开 就防止呢 是一个掺着合的装 或者闲长龙 这不会捉到我们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也说 尽量避免了一些 不该撞上的长龙 这种连的状态 我们看到 我们再打到第五手 这个篮打到第五层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赢了 我们下面就不打 这样 我们可以继续看 这个都打到30多手 第六层赢了 我们不打 所以我们一直 还都是盈利的 这个呢 我们是打满了50手 这个我们打到49手 我们也不打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 没有遇到长龙 我们基本都是赢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个模拟方案 我们可以试试 目前位置还没有断了 我们可以长期的 模拟500靴 然后给我们 大家看一看结果 第一个500靴模拟完了 总的是输了113,750 平均每靴输半个 这个还可以 下手的输不多 总赢的靴数呢 居然有437 大部分都是赢的 每靴呢 大概赢4600 不到10个马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断缆 如果真的断缆呢 这个数量是惊人的 我们只断了66次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一下呢 437和66 基本来说呢 断缆必输 基本来说断缆必输 437和66 也有一两次断缆 可能还勉强能救回来 但是基本是一断了 基本就输了 好了 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图形 我们看起来一开始 还居然赢了20万 我们 锯齿形的震荡 这个区间也不好说 看的牌 如果牌 如果不出现长连都可以 这个时候呢 可能真的牌 是我们之前讲的好路和烂路 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路 可能是非常有规律的连 然后我们都 都在这里折了 尽管是有后来这个上升 我们上升 我们可以看 20万 是一个等级 这个差不多是 也是20万 123 1234 这可能不到20万 也快了 有这么一个 20万的最快上升空间 这个牌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断缆 断一次缆的话呢 大概是 3万 基本无法救回 我们刚才说的断缆术 多过这个书的削术 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救回来了 是因为我们 一削内断了两次缆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呢 我就没有在他的方案中 看到有些什么支损的因素 所以说是不是说能 再断一次缆就停呢 因为好像没有这种状况 是说断缆就救回来 也不可能救回来 如果断一次缆就停呢 我们至少可以避免 这个三次 一次差不多3万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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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起码可以避免 这个输了10万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 我觉得可以改进一下 断一次缆就停 不要再打了 因为再打可能也救不回来 我们看这个数字来讲呢 断一次缆 差不多3万多的情况下 没有太少的 有2万5这样的 说明我们救回来一点 但是完全救回来 这个打法不行的 所以如果想支损的话呢 我觉得断一次缆就支损 倒不失为一个方法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二个500靴 第二个500靴 是输了41万 这个就比较多 我们赢的数量呢 是437 上位差不多 每一靴赢的是4500 也差不多 输在哪里呢 输在断了73次缆 比那个断多了几次 一次是3万 所以呢 四次 三次就是10万 如果多了6次呢 差不多就20万 所以这个没得说 这个就是完全是说 断缆的数量决定了你的输赢 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一开始来说还是可以 曾经赢了10万 但到后来呢 真的是非常不好 这么一个连数的空间 这次输的主要原因呢 是两次断的机会增加了很多 123 45678 9 10 11次 我们可以掉过一头 看一看第一个图形 123 我们这个呢 第二次呢 我们断两次缆的数量呢 是11次 上次是3次 这么来看的话呢 把单单是这个区别拿出来 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呢 赢的还比较少 但是断缆呢 集中断了12345 有5次的是双断缆 那么一次3万呢 这个15万就在这里 仅仅在这里就把15万亏掉了 所以我们看来呢 在一次断缆之后呢 止损 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 或者是说你带一定的本金 断一次来你就没有了 被动的止损了 好了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500靴的模拟 第三个500靴的模拟呢 我们是盈利的啊 我们盈利了248000 平均一个靴赢了一个柱码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胜的靴数呢 是明显的增加了啊 我们几乎到了90% 而且我们断缆的次数呢 只有55 这个是我们胜利的根本 每一靴只赢呢 盈利是4500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什么设定止盈啊 因为止盈好像这个都是4500 也没有额外的 因为我们这个蓝法呢 是达的比较谨慎 谨慎止盈 所以呢 就没有必要去人工的去止盈了啊 在我们这个 这个本身这个方法里就 掺杂了这个一些止盈的方法啊 比如说到了第四五六口啊 我们不打 或者是达到五十靴不打啊 止盈其实已经在里面包含了啊 我们不要额外去做了 呃 盈的原因主要是断缆的数量比原来少的多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形 呃 我们看呢 双断缆有12345 但是呢 在这段期间呢 都是比较零星的啊 有一些大的上升趋势啊 这个上升趋势呢 是达到了15万啊 这个也是15万啊 呃 这个也是15万啊 呃 这个这个5万也有 10万也有啊 15万也有20万也有啊 没有说这个锯齿形 这个锯齿是比较规则的不多啊 呃 这一段还是比较规律的啊 呃 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啊 总体也说上升的啊 呃 总之从图形里看不出什么规律 呃 纯粹是说看这个排不断缆啊 呃 我们原来是断70次和断50次 差20次的话 呃 基本就是礼拜里就60万了 所以那个呢 你输了30多万啊 这边赢了20几万啊 这个基本就是断缆数量造成的啊 而且呢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呃 不是那么可控啊 断缆不是那么可控啊 呃 好在我们有这个止盈啊 呃 这个谨慎止盈啊 就是如果你出现了 这个缆在第四五口 四五六口赢的时候啊 计时止盈啊 呃 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 还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呢 我们是未知的啊 呃 再再打下去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呃 但是看起来呢 赢了呃 每缺赢的肯定是不会很多啊 赢了这个四五千啊 呃 我相信呢 如果你不设定止盈呢 也是这个数字啊 也是四五千啊 也不会太多 呃 这个止损呢 看起来是要比止盈重要啊 在这个 这个方案里啊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五百靴啊 呃 第四五百靴 尽管我们最后一这个一靴呢 赢了一万啊 我们总体还是输的蛮多的啊 呃 问题说在哪里呢 剩的靴数大量的减少啊 呃 从我们之前的接近90%啊 呃 降低到86% 而且断缆数量呢 从我们的55上升到了78啊 55减 呃 78减55呢 就是差不多 多断了23口啊 呃 多断23口 这个一次三万多的情况下呢 这个就是六十几万了啊 呃 我们 每缺赢的数量也相对来说少了 平均的少了 我们可以达到4500多 这个是4400啊 如果一缺少了1000呢 呃 10缺就少1万啊 呃 100缺就少10万啊 那50缺加起来还真是真是蛮多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本身赢的 数量就少啊 每缺赢的再少啊 那这个算下来真的是 呃 双重打击啊 呃 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形 呃 这个图形呢 就像我说的之前啊 呃 不是太好预测的啊 呃 没有之前那种大的起伏啊 连赢20万30万的没有啊 呃 甚至说连赢10万的这么一个趋势都没有 图形比较平缓 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一直往下走啊 呃 没有其他原因 断缆次数太多啊 甚至呢 出现了三次断缆啊 同意学三次断缆 啊 双断缆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已经不算少了啊 这个呢 是三次断缆啊 已经突破了十几万 呃 所以这个牌打了就比较郁闷了啊 呃 看起来这个 这个指营呢 是帮助不了什么啊 但是止损绝对是可以帮忙的 所以呢 我对这种打法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呃 本金贷的不要太多 或者是说呢 呃 断了一次缆就本靴停止啊 这个可能是有一个 一个解救的方法啊 会把这个砍掉呢 呃 几十万可能有些帮助啊 呃 谨慎止赢还是对的 呃 这样可以有力的防止我们在这个 呃 一开始排不好的情况下啊 或者是在这个 呃 尾盘出现长龙情况下 把我们吃盈利吃掉啊 呃 我们如果是根据他的方法啊 我们看一下 啊 如果后五十靴不打呢 呃 呃 我们只打到五十靴 后二十靴 二十 呃 我们只打五十手啊 后二十手不打啊 不好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前面有盈利的话 啊 我们其实后面不打 就是一个 呃 变相的一个止盈啊 呃 或者说呢 我们感觉排不好的情况下呢 我们 用变相的止盈啊 所以我们止盈就不要考虑了啊 而且我们尝试呢 这种方法呢 呃 盈利差不多是十个码啊 呃 四千多啊 八到十个码 这个也是正常的 呃 呃 我们就是把一些止损的因素啊 如果能添加一些止损的因素啊 譬如说啊 一削呢 如果断一次呢 我就不打啊 放在里面 这个呢 肯定是会起到一些帮助的啊 呃 希望呢 这个打法呢 呃 我们朋友 朋友们可以做一下参考啊 呃 加入止损啊 做一些启发 好了呃 呃 我们的视频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呃 谢谢大家收看啊 希望大家呢 订阅留言点赞啊 支持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